女生洗澡为什么都那么慢 男生洗澡时就是简单的洗头洗澡 刷牙加洗头加洗澡三个项目 同时一次性搞定 女生洗澡时比较复杂 要做的项目非常多 上厕所刷牙写妆洗脸洗头洗澡洗衣服 吹头发等等很多项目 还得严格按照步骤一个一个来 并且都是气质活 每一个都不能马虎 这就要花很多时间了 女生洗澡需要非常多的辅助道具 比如说发箍 卸妆水 衣服什么的 洗着洗着就发现 啊 我发箍没拿 啊 我的洗面奶用完了 这种时候 只能一遍一遍的呼唤室友带腿了 以为这样就完了吗 女生洗澡时 长时间处在一个密闭的小空间里 总会找点秘密的小事情做做 比如说会唱首歌 长得丑 或者就长得帅 老得快 嗯 比如说会幻想个剧情 哦 霸王 我是你的鱼姬呀 最重要的其实 时不时要欣赏一下镜子里 美美的自己 摸镜摸镜 谁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最后 总算是洗好了 换上衣服出来好 又是一个精致美美的自己 我是不正经学姐 我懂的东西 实在是太多了